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代解说的生化吧的第八集 我们起手呢 干几件事 第一个是把我们手头的所有的武器的攻击力升到最高 这样可以提高一些弹药的利用率 以及把手头的这把喷子的一个配件 和1911的配件都给它升到满 OK 然后把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卖的 没有 我们现在呢要做件事 就是要去拿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必须 必须必须这个时候拿 如果现在不拿 我们这一集结束打完boss再回来 这个东西拿不到了 然后我们到这个角度来 这边呢会起来两个 第一刃 爆头是可以秒他们的 这也就是在视频的第二集的时候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来拿这个东西 残缺的石板 这个残缺的石板是在上一集 有一块墓地的地方 我们把残缺石板放上去以后 可以获得可以换钱 然后上一集呢 我的这个boss的水晶没拿 对吧 没拿就没拿吧 我就没有重录了 现在回去也是回不去的 我们把四翼太尔的钥匙 给它挠进去 以后 开始本集的冒险 这个boss呢 不难对付 只要我们附近有房子 就不难对付 我们把获得的这个 追击步枪的弹夹给它上上以后 我们追击步枪的弹药就满了 在这个难度下还是比较灵活的运用 在升级枪械的时候 可以补满子弹的这个特性啊 特别是这些比较好的枪械 用它来补子弹 我们只要打它两枪 就回来以后 用小手枪去补枪 我个人不建议打三枪 三枪比较危险 容易被它挠到 然后等这个声音渐弱 再上去补两枪 顶尖了 最多了 三枪 然后再下手枪 给它的脸 黄鹿 我看你的样子是可以进来的 为什么不进来的 我尝试过它防顶去打它不行 它会穿到防顶 好 我们造一点手枪的弹药 造个地雷 造两个地雷 看它走开没有 它一个呢 是在现在的这个位置 一个呢 是在往 我们要往前走一点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一个下边一个上边 因为我估计它快差不多了 所以我再用小手枪补枪 OK 这玩意儿可以卖钱的 以及我们手上呢 在最早的时候啊 就这个地方门进不进去 使用铁文钥匙 进去以后可以获得榴弹炮 榴弹炮呢 轻轻小兵还行 打boss一般 因为轻轻小兵它是有范围伤害嘛 好 这里面东西拿完 这个村子里面的东西 还差最后一点点 不多了 差最后一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最早手 刚被咬掉两个手指头 这个房间里面呢 是有两个敌人的 可以用狙击枪 把它们干掉 换点钱 盆子 赶快干掉一个 我手指头就一发 让开 上一发 消火箱补一下 走走走 消火箱补一下 我是打的省也不好 打的肺也不好 总归 在我这个流程里面 更多的怎么讲呢 就是打的尽量效率一点 效率是一方面 后面弹药不够嘛 总归有不够的方法 去对 去硬 这个东西 用小手枪打比较快 但是我们没有威胁的时候 用小刀划会比较好 在这个难度下 就是这个东西啊 也是比较硬一些 左边这边呢 我们是进不进去的 我们要从 这边 都划两下吧 基本上经过这一集 和下一集的两集以后 我可以把所有的食材 全部给做出来 这两头猪呢 比较讨厌 穿来穿去的 我就不在这边浪费时间 浪费点子弹 迅速把他们给搞定 没子弹了 再补他的两招就差不多了 OK 还挣扎一下 挣扎是没有用的 然后在这边 会有一个 这个是要用一个叫做 人鱼宝珠的 可以把它用到 下一集我们会拿到这个东西 然后进门右边 这个 真奇异兽的 就是那头白色的猪 我们挡了它挡了半天的那头猪 我已经拿掉过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存个档 就可以到下边去了 下边有个电梯 我们坐电梯前往下边 下去的速度呢 比较慢 我们就四倍快进一下 迅速到达底部 下去大概要接近20秒 我们之前已经拿到了 两个螺丝的那个瓶子 那我们现在这一集呢 就是去拿第三个 第二个 爹 假的 mother Miranda 如果是你 我做什么 我只是拿着这个 喂喂喂 在一起做什么 妈妈的孩子 她 不是她 你会有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妈妈特别的孩子 妈妈 她的孩子回来 别碰我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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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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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什么意思 你真笨 你聊太多了 哈 它就完了 我拿直子 你 这 我 我 不 我 糟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来对付的人了 而我们现在的目标 我们瓶子已经拿到了 但是逃不出去 而这个敌人呢 他说话脏脏的猥琐小偷 还有个东西没拿就在上边 他这个人说话特别的萌萌哒的那种 我们现在要去拿一个东西 炮着有钱 然后我们在这边装备上手榴弹 然后把榴弹也装备上 然后放个地雷在这 放上喷子 这边呢会刷出比较大量的敌人 但是如果说运气不好 他就很难扎堆 我们从这边出来 从这个门出来的主要目的是 把所有敌人往这边引 然后我们在前面稍微等一下 等那个后面上来 然后走 炸了一下 再用榴弹再補一下 再来一下 只能拿一个了 我们就用喷子去打他 我运气好呢 是所有的敌人一次性全部冲过来 这次运气不大好 没有全部冲过来 搞定 一个两个三个 这过来了三个 还有三个没过来 超近距离 怼他的头是可以爆掉的 然后我们到里面要搜刮一波 里面还有两个敌人 使用狙击枪 这些敌人啊 只要不带武器的 基本上爆头是可以一枪死掉的 带武器呢就比较硬一些 这个人没武器 最后一个 这就不够近 近的话是可以爆掉的 放废我一梭子 再大一点 OK 然后把这里面东西拿一下 中间有个药草 这个草长在这也是不容易 正中间 然后我们把小刀 我习惯了 把小刀放在一号键上 一个箱子 这边还有一个箱子 然后船里边有个东西 这边呢就算清了 OK可以离开这了 在最里面那个红色的地方 现在过不去不了的 我们刚刚呢拿到了一把钥匙 就要用这把钥匙 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 现在呢原路返回 拼命走 往这边跳下去以后往右边 右边又有楼梯 甚至楼梯也行 拼命冲 在这边呢 会刷两个狼人 一个在上面 直接抱头抱掉 抱头抱掉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们拿不到钱 或者可以等他下来 超近距离 等他连迎上来的时候 来这一下 这边是有机率捡到 有机率捡不到 我们到里边 有一个纸条 就告诉我们 到里面去拿钥匙 切死了 东西拿不着 然后在这 有个东西 然后在远处 会有一个 箱子 我们现在拿不了的 但是流程里面会拿掉 开着小汽艇 想办法离开这儿 然后在这条路的右边会有一条隐藏的小道 而这隐藏的小道 里面是有鱼肉的 而必须现在过来 以后就来不了了 然后在上面 会有一个宝石 这个鱼呢 不大好找 它不像其他的鱼 它的特点呢 就是会冒泡 而且如果用刀去捅它的情况下 要捅好几下 三下 枪的话 两枪吧 还是三枪 我忘了 觉得 挡了一下 反正不大好找 找冒泡的 听声音冒泡的 然后一点一点看 在下面 还是没捅 挡 还是没挡到 再找一下 哪儿去了 这边在冒泡 这边总共有两只 不是刚才那一只 否则已经死了 我就不做剪辑了 我就直接挡 找它 我不喜欢这条鱼 很讨厌这条鱼 还没起来 还不是那条 挡到第一条 我在这 好 第一条 还没死 在找冒泡的地方 嫌麻烦就拿枪崩它 好 一个 还不死 多少刀了 你们兄弟俩说好的吧 弄好它 好 死了一只 它是两个鱼肉 这是比较大 好 再来一下 结束 OK 好了 可以离开这儿了 这边就算清光了 继续前进 这种鱼链呢 相当于一部分的支线吧 鱼链是否判断 鱼链是否判断 I'll be here Get off of me Stay the fuck down Ethan I gotta say I'm surprised you made it this far It'd be a shame if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now Sure Chris Why not You killed Mia Now do me and finish the job Hey Cap I'm getting some serious motion readings out here We should move on What kind of readings? What's moving? Unknown But my guess is we'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Miranda knows it Hey hey Did you say Miranda? How are you involved? Leave it alone Ethan You are out of your depth What about the sample analysis? It's definitely related to the mold You stay out of our business Ethan What business? Not Watch out Not Go Oh Cit stay back 你... 你的汗是在河中 你已经完成了 我没有时间来这 做吧 Miranda 已经准备了 你已经准备了 你已经准备了 你真是准备 你已经准备了 哈哈 我做到 会怎么办 你 remarkably 没奏 我已经说了 李箱 我一直在在脱弹 你的汗屋里 你怎么着急 你妈妈 爬上来之后呢 我们 东西不见了 我们拿出狙击枪 在远处看 这边有两个黄点 我们使用小手枪的 把这两个黄点给打掉 这就会形成一条路 我们过去以后 就方便一些 可以节省掉一个步骤 到这边的小房子 它在水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对付它 要想办法通电 而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 为了防止暴雨 伤害到本地的水生动物 推荐按照以下步骤 抽干所有多余的水 里面有两个风车 要把两个风车运作起来 你怎么又跑到这边来 话说你是怎么进这个门呢 我就耗了大奇怪了 然后存个档以后 出发 出门之后回头 有个厕所 里面应该没记错的话 是钥匙 液体药品 上去之后 可以看到一辆破车 破车会告诉我们 取品已经老旧生锈了 看着随时可能断掉 这边 鸡必须这个时候打掉 回来的时候也能打 反正就是最好这个时候打掉 因为只要我们过了这一关以后 这只鸡 三只鸡 就没有办法再拿到他们的肉 但实际上游戏里面 在一周末里面所拿到的肉类 是有多余的 多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 卖掉 就是说一周末 就可以把所有的身体的属性 全部生满 然后有个箱子 摇这个摇饼 果然断了 然后在这边的尽头 有一只羊 打掉 然后从上面直接跳下去 有缘没东西 出去 看到这种像浮在上面的地方 是有一定危险的 因为 待会就知道了 像这种比较踏实的板上面 是完全安全的 就这种可能沉下去的地方 就这种一半在水下的 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如果被它咬到 是秒杀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呢 我们之前打了两枪 都不打两枪 这边是有一个阻隔物 没有 这边搭起来的路 让我们过去的 我们现在就方便了很多 直接就可以过来 取机 把这个东西都推下去 OK 取机在这儿 还有一只山羊 搞定 回头看 这边有蓝色 橙色和白色 我们在这边 拉一下蓝色的按钮 然后拼着往这边冲 橙色按一下 到了橙色的这个上面 再按一下蓝色 否则时间可能不够 这个箱子 是马拉门的弹药 只有一发 然后呢 这边是蓝色 这边是橙色 我们按照蓝色 橙色 白色 三个的顺序 一定要按这个顺序 按了以后 这边是蓝色 橙色和白色 我们才能过来 我们稍作等待 好 过去 第一次玩的时候 有点吓人的 特别这个情况 有点小高能 而且我们在这些 扶着的板上面 走路是比较慢的 你对棒你放棒棒的那种 然后我们下来以后 稍微引诱一下 别着急走 他又出来了 然后再回来 他说你还满身东西呢 这块木头你不吃 到了这以后 我没有威胁了 没啥东西 走了 出来吓我干嘛 你要烦呢 等着吧 等我收拾你 还吓死你 想太多了 钱 然后我们再次回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 这边又多了一辆车 我们把这辆车再给推下去 这个车子里面好难嗑 好难嗅 箱子给它撤了 我们省点弹药 滑两下 走 这边是没有东西的 直接上楼梯 上楼梯以后呢 有一个开关 拉一下 这边是一个水 又像水库 又有民房 好 吊起来一艘船 好 我们直接下去 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蛮硬的 花十刀 上去 走吧 不理他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在 另一个风车的下边了 然后一路往上爬 我在这边呢 慢腾腾呢 反正是没给他给弄死过 然后一周末 他就在这边 听零哐浪的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把这个地方给弄塌了 应该是不会 然后我们一定要到右边 或者 这可爬不上去 出发以后 拿到姚柄以后 才能再把姚柄放上去 比如说你直接拿来 再往上放就不行了 一定要到那边去触发一下 然后 转这个东西 转好之后 我们 顺着这个上面 爬上去 一路往上爬 这一段呢 更像是一个立体迷宫 但是真心不难 OK 这个时候呢 就拿到了姚柄 把这个东西 再摇一下以后 取柄 就可以把电 供应上了 有了电之后 就可以把我们刚才的 那边区域的水 都给他放了 OK 有电了 打开水闸 没水了 我看你在那边 扑腾 好 那这边呢 有一个 有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的顺序 它是 这边呢 是逆时针 90度 转了一下 我们按照 那边的 看 就是蓝色 白色 橙色 然后这边是 橙色 蓝色 蓝色 OK 这样 电就供上以后 拉闸 走啊 没水了 我看你还扑腾 搞定 然后我们到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 把具体像的弹药 把喷子的弹药 给它升上去 升到六发 比较重要 从四发 升到了六发 然后就 没什么东西 可以买了 存个档以后 去找boss 这只boss相对 比较有规律 行动呢 也比较迟缓 这边呢 有一篇文档 10月1日 米兰大妈妈 给我从村里 带来了五个人 是我跟她说的 我用一些药水 让他们睡着了 然后又把N次 放进了他们的肚肚里 真希望N次 在他们肚肚里 快快长大 第二天 也就是10月2日 今天早上 村里来的人 有四个都死了 一个就快是狼人了 一个被送到了 山里 我的实验室了 我又没做成 妈妈想要强大的容器 可是我做不出来 我很要多多的村里的人 就是这个胖胖的人鱼 以及在这边 有一个1911的子弹 然后呢 我们快捷方式 装备上地雷 然后安装上 加上弹架 然后下去 打她呢 第一阶段呢 是很有规律的 基本上是 把她炸三次以后输出 她就会进入二阶段 先用狙击枪 我们还有三发弹药 打她的弱点 打完以后 我们一路跑 先不着急捡旁边的东西 然后到这边来 到这个角度过来呢 她会把中间的两个建筑物 一次性全部毁掉 通过来以后 顾一下 一定要顾一下 她一阶段是 一个一个是 一个方案 慢慢往我们这边爬 一个呢 是往我们这边冲 冲的时候呢 她能冲很远很远 然后 我们等一下 等她过来 冲的时候 和爬的时候 都能打出硬直 好 上去输出 打完以后 三枪 马上走 上好弹药以后 等她 等她从这边过来 对 这边角度过来 会比较好 然后用这个 再炸她一下 再打三枪 然后不要走 把子弹上上 倒地 走 走这 打完以后 必上王 我们只要找个地方 走下来就行了 然后她会往天上 进行全屏攻击 我打她的时候 在村庄命运难度 二周末打她的时候 哇 她的血是真厚 然后打boss的时候 因为这些阻合物 她喷了以后 会在一些地方 出现一些阻合物 像墙一样的 我们没法走 建议用手枪 然后我们在这边 先放一个 然后看她准备 用什么招式 过来跟我们打 拿着喷子 看她怎么过来 这个时候 她会有一个新的形态 就只这样 然后把这个打起来 因为她现在的状态 使用地雷是没有办法把它炸出硬直的 我们只有逃 就拼命的逃 就可以了 她过一会 会变回之前的状态 这个时候 不要去招惹她 远处可以对她的脸 攻击两下 她下来了 然后在这边放一个 把她过来 她卡住了 卡住以后 她会自行进行调整 等一下 过来 然后再上去追出 一下 两下 三下走 然后把前面的打掉 然后回头 那是真的 又倒地了 我们子弹 子弹没有 放空一枪 不要打了 继续跑 速度跑 冲了 冲了就过一下 过一下伤害不大 放个地雷 看她能不能把头给掉过来 过来呀 回头 还没炸到她 这个是最恶心的 把她收起来 赶快逃 因为她又把头给昂起来了 然后换下来 炸 收出 OK 继续跑 我们现在喷子子弹不多了 在这个场景有很多的补给 我现在不知道她是什么个状态 然后我们要稍微 造一下地雷 这个场景也能捡到地雷 不用自己造 但是我们就造了吧 躲起来 她上 第二次上防领了 把东西捡一下 把这些墙给打掉 真恶心 你是用下边吸 上面吐吗 然后 等一下 我们有三个地雷 看她现在的状态 等她过来 放上喷子 完了 她又开始乱喷 没跟上来 捕个血 看她是以什么样的状态 来追我们 过一下 放地雷 来呀 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这边 哎 她又 她又要昂首阔步了 力气不大好 继续走 这个状态炸到她也没用 没硬直 无法攻击她本体 找转角的地方往后看 这样呢 我们还有机会逃 不要在中途回头 再继续逃 中间打掉 好了 差不多了 快了 还在呕吐 继续走 再转角看她 好 下来了 准备拿出喷子 给她 上 倒地了 就只能打三枪 快不行了 我们喷出子弹没了 在这周围 是可以 捡到喷子弹药了 我喷子弹药的话 这一轮她就已经完蛋了 然后我们要 造一下喷子弹药 上上 放个地雷 出来了 又炸了一下 继续速速 还没死 再补一补就行了 结束 此时开了一条新的路出来 在离开这边之前 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刚刚在战斗过程当中 没有拿的一些补给 拿一下 没有记错的话是四个点 这边也有一些补给 喷子弹药 零件 你就那么懒 是吧 就那么懒 这是第二个点 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办法 像在房子里面一样 哪些东西拿了 哪些东西没拿 这是第三个点 以及第四个点 第四个点 是有比较大量的喷子弹药的 还有地雷什么的 在这边 两个地雷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逃离这个地方了 老三已经被干掉了 就是最笨的 个头最大的 出口就在前边 然后我习惯 小刀放到第一个 OK 那个门 就是出去的门 但是钥匙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 我们到这边来 这边呢 就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个 傻子的地方 我们之前在外面 拿到了第三个 然后这边里边呢 这边有一个N次 就可能就它之前里面说的 还活着的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米兰大妈妈 给我一个螺丝的瓶子 没有人喜欢我 所以我以为他们这次 又不会让我参加进来 可海森伯格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要有一个瓶子 这样的话 除非我们在一起 不然仪式就不会开始 可是妈妈看上去 不怎么在乎 妈妈说螺丝是个容器 有了容器 妈妈就能让 真正的孩子回来 虽然那个孩子 已经死了很久了 那个孩子的墓 就在村庄里面 可要妈妈那么做了 我会怎么样 我不是她真正的孩子 她会不会不管我 不要 不要那样 她对她那个米兰大 是特别的忠心 然后就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妈 然后此时 可以拿到 最后一把钥匙 把它变成六亿钥匙 六亿 胎儿钥匙 你会比较好 像我认为 誰是那? 噢,來吧 我們只做了一段時間後 沒問題 你最終端端在我的路上 你也有戰鬥 我會給你那,Ethan 但你什麼計劃 你會有四個盒子 你在做什麼 我可以交給你一手 你不想到我的好處 你不要瘋狂 我會殺你如果你不值得 你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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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裡 你去那裡 你不值得 現在呢 就告訴我們 大概要去什麼地方了 我們現在要回村子 吃的是啥 然後開門 六億太陽鑰匙 然後我們就可以 原路返回了 但是在原路返回之前 我們需要到 這邊來 也是必須要拿的 否則就回不來了 這裡面呢 有魚還有山羊 還有一個箱子 兩個箱子 一個普通箱子 一個寶箱 一個閃光彈 第一次拿到閃光彈 流彈槍用的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寶箱 那邊有東西可以拿 然後在這邊呢 是有魚的 我們這次不跟他磨及了 直接把他打到死為止 然後找另外一隻 直接用槍把他打到死為止 找一下 找墨泡的 在下面 好搞定 這邊的魚呢 也就算拿到了 這邊呢 有一個山羊 也是本集的 最後一隻山羊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原路返回了 還是坐電梯回去 就跟回自己家一樣 閉幾眼都可以 這也就是生化 它在整個關卡的設計上的 很牛逼之處 這個電梯呢 也就是圖盤優化 整個大概需要30秒的長 這樣的一個時間 真的長 我們思維快進 在這個上面呢 是有一個存檔點的 然後我們存個檔 下一集呢 我們將做一些村莊的一些收尾工作 大家拜拜